從小到大我最討厭就是體育課 要是被班上的女生發現我很不會運動 那不是很糗嗎 來 同學們 上課囉 什麼 連體育老師都這麼正 來 同學們 上課囉 這個劇組也太窮了吧 竟然直接讓教授一人分飾兩腳 同學們 有沒有覺得我很眼熟啊 其實呢 你們的教授 就是我的雙胞胎姐姐 你以為要兩句話就敷衍得了我嗎 反正觀眾有沒看就可以了 應該也不會在意啦 那同學們 先把外套脫掉吧 我們要開始熱身喔 不然你都會收到喔 跟她姐姐比起來 體育老師的個性感覺好很多 對不起各位 我收回剛剛的話 原來體育課是一門這麼美好的課程 體育課就是我的本命課啊 連體育服都這麼露啊 那你還有什麼衣服布料是多的啊 你看看你自己你也差不多啊 還好意思說 欸欸欸 我說你們兩個 個性不合就別待在一起嘛 大部分的同學運動服都蠻正常的啊 畢竟還是要有學生的樣子嘛 哇塞 安西 你這也太迷糊了吧 怎麼會有人穿胸罩來上體育課啊 安西 這是體育課耶 為什麼你要穿胸罩來上課啊 他是體育服啊 爸摸摸看材質 現在很流行耶 哇塞 好啦 來 同學我們現在開始熱身囉 雙腳打開 走往下 一 二 三 四 動作要做正確喔 天啊 我現在心跳好快 這體育課也太刺激了吧 我要用我的眼睛相機 把這些畫面拍成照片 印在我的腦海裡 今天是籃球課 剛好你們八個人就分隊 四打四吧 那 Jennifer 安西 又又 我們一隊吧 蛤 可惡 居然把我喜歡的安西給挑走 等等 那我的隊友不就剩下啊 欸欸 你會打球嗎 你可不要扯大家的後腿耶 我才想跟你說一樣的話耶 你穿成這樣可以運動嗎 你可是我們班上唯一的男生 你應該會打球吧 那我們這隊就靠你囉 喔 你們兩個 我可以不要再吵吧 欸 茉莉 你跟我們移隊的 唉 對喔 他聽力不好 這場球怎麼打啊 欸 怎麼結束了這麼突然啊 該不會要等下一集吧 好嗎 好嗎 好嗎